字幕君 字幕君 大家好我是Zipmo6 今天要來新奇開箱開箱這個自動攪拌杯 自動攪拌杯 那顧名思義就是它底部是有辦法自動做攪拌 所以才叫自動攪拌杯 那它還有一個很酷的名字叫做 池化杯 我看一下這邊叫做池化杯 那旁邊還有告訴你池化杯的原理跟它的用途是什麼 那我就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它底部會有一個葉片 然後下面會有馬達 你只要要拖過按鈕 它就會自動旋轉 下面會產生一些磁力 那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把水倒進去 在運轉旋轉的過程中 它就會產生一個電池感應 那磁是磁鐵的那個磁 電池感應 那就可以改變水分子的排列啊 讓水比較好溶解 比較好吸收 那會增加水的營養價值 那有助於說 有助於說人喝下去的話會增加代謝 不過我覺得這個有在考察 因為這個感覺上比較有深度一點 不過沒關係 我的用途其實是哪有東西而已 就是因為我平常喝沖泡飲品 我都是用攪拌棒 可是那種塑膠的其實比較不好 所以我就後來就去找杯式 因為我去好事多買這種飲品 我就覺得說 在買攪拌棒好像不太適合 然後我就上網搜尋一下 攪拌棒裡面有比較那種 可能不鏽鋼之類的 然後就找到這種杯子 那我就發現哇靠了 這種杯子就不需要攪拌棒了 就相對來講比較方便一點 好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了兩個 因為我上網搜尋我發現 它有兩個規格 那價格的話就100多跟200多 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超在哪裡 我就把它買過來看 那就外觀跟容量來講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字的話你就忽略了 因為字不一樣 所以我隨便選兩個文字 我選一個黑色的 所以就買黑色 那比較便宜的呢 它的這個按鈕呢 是黑色的 然後它按住 還會旋轉 你手放開它就不會了 那200多塊比較好一點 它是黃色按鈕 它是按一下 它就會旋轉 它就不用一直壓住 所以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它比較貴的 就是這個是一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它這個杯子呢 其實兩邊兩個 兩個都一樣都是不鏽鋼的 304不鏽鋼的 其實大家如果稍微了解一下 304不鏽鋼應該就是一般 食品級的標準 就是比較 合起來比較對人底部的問題 這樣子的不鏽鋼其實應該是 大家都比較熟悉一點 那它這種 這個呢 它的這個葉片呢 它是不能拆的 它一樣可以洗 然後它們兩個都是一樣 都是食品級的這葉片 所以安全性來講 一個問題 只是差在說這個不能拆 那這個呢 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而且它這個就只要 手伸進去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它洗好以後 你再丟進去 它就放進去了 然後再按一下按鈕 然後又旋轉了 有沒有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 再按一下就關掉了 就這樣子 那為什麼它會自動旋轉呢 因為它底部要裝電池 底部這邊要裝兩個 三號電池 那兩個都是一樣的 那它這個底部這個 這個算是橡膠片 它這個也是防水的 所以我覺得它還OK 所以兩者的價差100塊 但是它的功能其實 其實認真的兩個都差不多 就是便利性的問題而已 一個是要按錯開關 一個是按一下開關 一個是 要針對杯子直接做清洗 一個是可以把磁力棒拿出來洗 我面對上就是長這樣子 那兩個的杯蓋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子的 這種杯蓋 那杯蓋的話可以旋轉 可以去放你想要放的 這個吸管啊 還有粗細的部分 這個 但我覺得這對我來講用處不大 我會讓你知道一下就是 它不是說只針對說你喝熱的音品 你如果要喝冷的其實擦吸管也是OK 也是OK 好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我就待會我就直接 把它倒熱水進去 然後我就直接 把這個沖泡式的音品丟進去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它的一個運作的原理 好那我先倒一般的開水 給大家看一下它兩個運作的狀況 一個是要按住的 一個是按一下開關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兩個磁化的過程 好我把它關掉了 那它的網路上的說明是 如果說一般的水的話 三秒鐘就可以有磁化的感應 就是說水的部分的水分子就會被改變 這大家可以自己試試看啦 OK 那我接下來試一下沖泡式音品的部分 好那我目前換的是熱水 那我們來試一下 就先都先把它倒進去 好那以往我們倒進去 要泡沖泡式音品 我們都是要用個腳放在那邊叫 好那現在就不用了 就是輕型的按一下就好 好那這一個的舊型的按住 好那時間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啊 不一定說要多久 那你就覺得說它跟起的差不多了 那個溶解的差不多 就可以回了 好就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把它放掉 好有沒有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 自動攪泡杯的一個感覺 好OK所以看了兩款的話 大概就知道說它們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就只是按鈕跟內部的配置 裡面稍微不太一樣而已 那泡好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就可以直接喝啦 然後就不用說再去買那種 塑膠的那種 攪泡棒啊 比較不環保一點 好那我順便把它倒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泡完以後它底部的一個狀況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它其實 融解的差不多 有什麼用心 好 把它倒在這個杯子 好那底部就變這樣子 好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其實也是蠻好洗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下面也沒有分 好那我差不多都按大概二十幾秒啦 其實二十幾秒其實就融解的差不多了 好那就比較智能一點 好那如果說你喜歡 更自動一點更方便一點 就買這種黃色的按鈕 就一直旋轉 就這樣壓住 你這樣按著放著 上個廁所回來就好了 其實也是很方便的 分享就給大家看 給大家知道 現在就是有這種 多光能的磁化杯 多光能磁化杯 這個其實價格就是一百多二百多 大家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就好 因為這個應該男朋友在賣 有興趣你就直接去搜尋一下 好 影片就到這裡啦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